一直被冯小刚吹捧最纯洁的女二号杨采玉,在曝光跟刘亦菲干爹谈恋爱的消息之后,网友到她微博留言,杨采玉全然不顾自己是公众人物,直接对网友,你们脑子太肮脏,先上图杨采玉曝光的恋情,南方陈金飞比她大了三十多岁,网友表示你找一个比你爸爸年纪大的男人,你图什么?杨采玉表示我们是真爱,真爱不受年龄限制, 表示网友不了解不要瞎猜,其实从曝光的视频亲吻中可以看出,很明显南方比较主动一直要亲吻女方,女方身体很不情愿,一直在抗拒的,身体很诚实了,虽然表面还是很配合的,看看网友的评论,让梦想照进接吻那张动图,就能看出她并非真心愿意,说白了还是为了名利才跟陈在一起留白70258冯岛,就是看到骨子的她, 所以叫她本色出